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化妆品 首先要跟同学介绍一下 什么是化妆品 当然我们是要从三个方向来介绍 第一个是化妆品的定义 第二个是化妆品的特性 第三个是化妆品的功能 化妆品,各位知道它的英文名字怎么练吗? COS我们认为Cos NE呢,认为Met T-I-C-S叫Tix 所以化妆品的英文名字叫做Cosmetics Cosmetics 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给它下定义呢? 各位,你们认为说 我们在冬天涂的唇膏是不是化妆品? 我们在晚上有些人为了要防皱纹 涂了一些A酸 它是不是化妆品? 这两个差别很大哦 所以化妆品我们必须要先给它下个定义 我们有了定义之后呢 才能够针对这个定义 能够介绍出它的化妆品的特性 还有它的功能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化妆品它有哪些的目的呢? 它的行为呢? 它主要是因为人类本能的需求 本能的需求 有哪些本能的需求呢? 第一个是对美的追求 第二个是性的本能 第三个是个人保护或防卫 第四个是种族辨识的目的 第五个是因为宗教的信仰 第六个是取悦神明 对于美 大家都很特意的去追求 不管是小孩子到了成年人 甚至到了年老 我们为了防皱 这些都是跟我们美的追求 是有关的 有美的追求 因此我们使用到了 各式各类的化妆品 那第二个呢 是性的本能 男性和女性 它的外观就不同 我们从很多的动物 它的外观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像公鸡和母鸡 它的外观公鸡有机关 这样子就有很明显的差别 公狮子和母狮子 公狮子它那个毛茸茸的 那个猎虚 所以也是因为性别的不同 所以也是这样子 本能而装扮的 再来呢 就是为了防卫 或是保护的目的 来作为化妆的目的 记得像我们曾经看过电影 有些土著 他们身上有一些 特别装刺的一些的刺 为了就是防卫 或者是不被人家砍伤 就是保护 再来就是种族的辨识 不同的种族 譬如说 印第安人 和美洲大陆的白人 他们种族不同 他们的服饰也不同 这也是因为种族的关系 这种本能 不装扮化妆品的目的 再来就是宗教信仰的不同 那宗教信仰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佛教的 道教的 还有基督教的 他们的神职人员 所穿的衣服都不同 然后所供奉的奉品 也都是不一样 再来就是取悦的神明 这些东西等等 都是化妆的目的 那我们现在要给化妆品下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是我们行政院卫生署 现在已经升格为卫生部 那它是在 它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里面的 第三条所定义的 那这个条例呢 它定义的化妆品呢 是指把它用在人体的外部 它是以润泽法肤 刺激嗅觉 再来就是掩饰体臭 或修饰容貌 这些为目的 这是它的定义 那化妆品有什么特性呢 这个特性也就是从定义来的 第一个 失于人体的外部 注意哦 是外部哦 当然它不能够具有疗效的 另外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使用的方法有哪些 它不像药物哦 药物有口服的 有注射的 化妆品 可以被注射 可以被注射胶原蛋白 可以被注射玻尿酸 哦 这不能够用注射的 还有它的化妆品的保存条件 这个因为化妆品 它里面的原料都是化学物质 如果原料保存不好的话 它都会产生的变质 然后对人体会造成一些的伤害的 再来就是化妆品的另外一个特性 它是效用是缓和的 渐进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你今天使用化妆品 立刻明天能够达到化妆的目的 比如说能够除皱纹 或是能够立即的把青春度变不见了 其实这些都不是属于化妆品的特性 不在我们卫生署里面所宣称的 核准的一种特性 再来化妆品它的特性就是说 可以创造活力健康的外表 可以创造活力健康的外表 以及化妆品它还要必须达到品质优良 然后产品要精美 要美观 另外它要是一个艺术品 色彩多样的艺术品 这是化妆品的特性 另外很重要的是化妆品是一个跨界的科学 怎么说呢 化妆品从最开始的原料的制备 原料怎么来的 原料它可以从天然物来 天然物的萃取来 也可以从化学的合成来 那天然物又可以从动物植物矿物来 所以这些的来源 其实都是一些化学的物质 所以化学是占了很重要一个科学 再来这个里面还牵涉到剂型 像化妆品有的是乳膏状 有的是液体状 有的是油膏状 有的是喷雾剂 那这个是牵涉到物理化学 或是药剂学 这种剂型自备学的一些的科学 当然也要牵涉到皮肤科学 因为化妆品学 它主要都是适用在皮肤上面的 那也要牵涉到一些治疗学 病理学等等 因为有些可能会能够达到去除青春痘 去除皮肤皱纹这些目的的 所以化妆品它是一个跨界的科学 因此要学好化妆品 其实是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的 那再来就是化妆品有哪些的功能呢 它的功能呢 它可以依照 掩饰 或者是预防 或是改善 这些的功能来美化人体 所以它的区分呢 可以分为掩饰 还有修饰性的化妆品 掩饰和修饰性的化妆品呢 就是像一些粉饼啊 这些只是涂抹在皮肤的表面 让我们的皮肤的瑕疵能够遮盖住 遮瑕膏其实像算作一类 就是掩饰及修饰性的化妆品 再来就是预防性的化妆品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蛮脆弱的 常常因为外在的环境 譬如说太阳中的紫外线 譬如说有些人常常在车阵 骑摸车 在车阵里面穿来穿去 这时候这个空气的自由基 也会造成皮肤的损害 另外呢 也有一些抽烟的 也会产生自由基 也会造成皮肤的损伤 那有没有一些 我们可以事先用来预防 这些自由基产生的东西呢 所以这一类就归类于在预防性的化妆品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改善性的化妆品了 所谓改善性的化妆品 譬如说有些人的角质 成太厚了 或者说青春痘 有些人为了达到患肤的目的 所以用了果酸 这些果酸呢 能够清除角质 所以这是能够达到改善的目的 所以是改善性的化妆品 所以化妆品的功能呢 它有掩饰和修饰或是预防 还有改善这些的功能 好 我们来介绍掩饰及修饰性化妆品 它包括哪些类 它的产品的种类呢 包括粉底 粉饼 口红 眼影 腮红 或是BB霜 这一类的 是属于彩妆类的 彩妆类的化妆品 它是目的是掩饰 还有修饰的目的 那你看它的目的 美化及修饰缺点 或是缺陷的 这是它的目的 那再来是预防性的化妆品 预防性的化妆品呢 里面的成分 大部分都是含有 维生素A C D E 还有防晒剂 这些等预防性的化妆品 那我们知道 像维生素 ADE ADE 它是属于 油溶性的维生素 那C呢 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这两类的维生素呢 一个油溶性的维生素呢 它能够帮助 在剂型里面化妆品 油性的 介质里面的 预防这个氧化的作用 那维他命C呢 主要是在水溶性的剂型里面 它可以帮助 水溶性的抗氧化作用 那另外一个是 防晒剂 防晒剂 我们都知道 夏天的太阳非常的大 如果没有遮掩 遮臂 没有做些预防的话 都会被太阳所灼伤 因此呢 事先在出去 要做户外运动的时候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事先的给予防晒剂 是能够达到预防的目的的 再来就是改善性的化妆品 改善性的化妆品 主要是改善肤质 那譬如说 有些人想要变成比较白性的肤质 那这里面有哪些的功能的成分呢 像这个熊果树 对本二分 这都是美白的成分 那另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 让我们的角质层更新比较快的果酸 去角质的果酸 这边要介绍一个所谓的三合一的退报音膏 在报纸上杂志上面曾经有报道 像连战的夫人 连芳瑜女士 就是用这种三合一退班膏 来达到这个改善性的化妆品 这里面呢 包含了有三种成分 一个是类固醇 一个是维他命A酸 一个是对本二分 对本二分呢 它的目的在这里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去角质的目的 维生素A酸呢 它的功能呢 是让油脂腺的分泌降低的 还有内固醇呢 是因为说你使用了A酸 或对本二分的时候 可能让皮肤比较过敏或是发炎 那内固醇呢 恰好能够让这个发炎的情形减缓 这是三合一的退班膏的功能 那三合一退班膏呢 其实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含药化妆品 那含药的化妆品和一般的化妆品 它的功能是有差异的 在卫生署的上面的管理也是有差异的 好 那最后在这一章节里面呢 我们就要来作为一些的反思 我们在这章里面学到什么呢 就是化妆品的定义 那化妆品的定义呢 主要就是思于人体外部能够掩饰或修饰的 那化妆品的特性呢 主要就是不具有疗效 那化妆品的功能呢 修饰和掩饰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三点 在这课堂上面所提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